各位朋友 网络时代 真的是 众口朔金 击毁消股啊 人言太可怕了 中国的体育英雄刘翔 最后呢 以一种非常悲壮的方式退场 可是呢 中国的好多的网民都误会了刘翔 刘翔当时呢 是承受了多少的诋毁 而且呢 网络的词汇呢 从刘翔开始 那个排泄物都变成了 祥啊 祥就代替了排泄物 一动不动 你吃祥吃祥的 当年刘翔参赛的时候 是怎么个内幕呢 就说刘翔当年 为什么非要执意的 忍着伤病 去赛场上 去参赛呢 注意看 亚洲非人刘翔竟然在上场前 疯狂地用脚猛踢墙面 这一幕是他在北京奥运会比赛前的录像 他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为了让自己痛苦地狡辩麻木 从而失去知觉来缓解疼痛 只要能坚持短短的几分钟 让他完成这场家门口的比赛就够了 可惜天不遂人愿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全国人民都等着刘翔在家门口 再次荣耀实现 刘翔为了不让国人失望 也是提前两年就加强训练 因此脚伤的伤变得越发严重 脚跟的盖化点犹如痘状大小 每跑一步都是钻心刺骨的痛 与此同时 右脚跟腱的旧伤也在反复发作 原本如此严重的伤 是必须进行手术治疗的 但是刘翔担心手术后短期无法康复 无愿参加家门口的奥运会 所以就选择了保守治疗 强忍疼痛咬着牙继续训练 一时坚持到比赛前夕 谁料致使刘翔的身体 发出了严重预警 刘翔的恩师孙海平教练健壮后 立刻给他采取紧急救援措施 于是已就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刘翔猛提墙面 就是为了以腾止痛 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 刘翔肩负了太多的压力与使命 即使他在比赛前就明白 自己的身体情况无法参赛 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跑道上 只为对得起观众手里 那张吵到天价的门票 当刘翔出场的那一刻 全场观众震耳欲聋的掌声 瞬间燃爆了整个鸟巢 所有人关心的是这位王者 能否再次创造历史震惊世界 却很少有人在刘翔那沉重的表情 和伤病带来的痛苦 更不会想到 这将是刘翔职业生涯最艰难的一场比赛 从来没见他上岛之前是这个表情 这一枪也可能是 他人生经历当中最艰难的一场 因为如果真是到了决赛了 通过刘翔的热身试跑 可以明显看出 他的伤势特别严重 紧跨了两个篮 就痛苦地蹲在了地上 起身后他强忍疼痛再次回到起点 坐在地上松了松鞋带 又用以腾指痛的方式 实行掰了掰自己的右脚 随后满脸痛苦地傍向观众席 就这样 胎山压顶的刘翔又回到了起点 谁料伴随着发令枪响 令人意外的一幕还是发声了 刘翔刚跑到第一个篮前 脚就疼得无法踩地 无奈只能撕掉号码牌退出比赛 当现场广播传来刘翔退赛的消息后 整个鸟巢瞬间传出了歇斯底里的呐喊声 刘翔退出了比赛 当无数国人满怀期待 准备再次见证刘翔荣耀世界之际 却等来了他退赛的消息 刘延飞与瞬间蔓延变了整个赛场 当时确实压力很低当时就在 后来我看到志愿者 就流下了眼泪 我就眼泪在眼眶里 然后我记得旁边正好有个水桶 还是有什么 正好有块毛巾 我记得我当时把毛巾一搓 然后就擦脸 就敷在脸上 整个人都摸 我就想清醒一下 我就觉得这个应该不是真的 人时孙海平在赛后采访时失声痛哭 连连给国人道歉 至此聚在刘翔头顶上的光环 也随之烟消云散 一时间从民族英雄变成了历史罪人 骗子 刘跑跑 给国人丢脸 进不了前三就装病退赛 等各种恶语随着而来 看着这些恶毒的舆论 刘翔心如死灰 把自己反锁在房间 整整呆了12个小时后 才走进手术室 术后恢复器的刘翔 并没有放弃训练 反而比以前更加拼命 为了刺激肌肉 他不断将双脚放在水中浸泡 众所周知 短跑拼的就是爆发力 纵使刘翔心中再有委屈不甘 但受伤的他想要重回巅峰绝非一事 很快时间来到2009年10月25日 阔别赛场408天后的刘翔 再次站在了第11届全运会的跑道上 赛前他虚心地表示 现在就算跑14秒 我也要比赛 我也要去比赛 我觉得我现在站在跑道上 我就是最棒的 就算我跑最后一名也没关系 这很正常的 谁没有低谷 谁没有巅峰 这很正常的 毕竟这么多时间没比赛 大家千万不要对我抱有太多的幻想 最近传来的消息 中国的一个退休的体育高官的 落马和判刑 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往事 他叫李敏义 是中国足球协会的原副主席 那是怎么回事呢 8月15号上午 湖北省京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宣判 中国足球协会的原副主席 李敏义受贿案 对被告人以受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1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京东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4年到2021年 被告人李敏义先后利用担任 上海市金山区委副书记 区长 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 中超联赛有限公司 董事党等职务便利和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 在足球俱乐部联赛 保级承揽工程项目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钱款 攻击折合人民币1200万元 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 追究李敏义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 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的证据 被告人李敏义及辩护人进行了执政 辩控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 充分发表了意见 李敏义进行最后陈述 当庭表示认罪毁罪 庭审过后 宣判 一审判11年 很多的网友说了 中国的体育高层里 还有多少这种李敏义呢 足球领域被他们干得乌其麻黑 可是呢 由此啊 带来的一个惊天的消息 就是 韩乔生爆了一料 说呀 他当年为了政绩 执意让刘翔打封闭上阵呢 尘封已久的奥运会悬案 也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到底怎么回事 随着李敏义贪腐案的审理 一段尘封已久的奥运会悬案 揭开了面纱 当时身为上海市体育局局长的李敏义 在得知刘翔受伤的情况下 依然执意要求他打封闭上阵 只为了追求所谓的奥运荣誉 从而满足自身的政绩需求 可耻 李敏义案件的宣判 不仅是对违法者的严惩 更是对整个足坛的警钟长鸣 刘翔其实过早的退出了他的体育生涯 就是这个现在被判刑了的官员害的 如果是当时他不是要带伤上阵的话 恐怕他接受治疗以后 他的这个体育生涯还能连续一个时间 一段时间 可是呢 他的整个的生育和整个的体育生涯 都毁到了这种贪官的手里边 不过天网恢恢说而不漏 他退休以后呢 随着自己的子女移民到了澳洲 但是呢 他回国的时候落网的 那位说他回国干嘛了呀 那肯定是告诉他 说你这退休金啊 需要你本人来签字 你回来处理一下吧 必须得需要你本人回来 逮住 判了 两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